大家好我是最男少年 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 再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第一次出發前往歐洲 有點興奮啦 因為泰巴被偷了 海鮮購買了 仿道裝備 因為這次出發的時間是在過年期間 直航的機票真的太貴 所以選擇中轉移站 先到北京之後再到義大利的羅馬機場 因中轉時間比較長 會在北京住上一晚 所以會先拿行李 明星級的待遇 好像大家來幫我接機一樣 中國版的撈繩 如果有先預定中轉飯店的 可以來這個櫃台 他馬上就會幫你處理囉 這個好笑 救我們兩個人 這就是我們住宿的中轉飯店 那因為是免費的啦 其實還行 睡了一覺又再來搭機 果然還是直航的比較香啦 因為恰逢農曆年間 可以看到滿滿的過年的元素 而且超多人要出國去過年的 基本上是全滿 再來又是10個小時的旅程了 滿有趣的 可以到這個後方的餐廳內 自取飲料跟小點心 一路上也不無聊啦 我前面這位小兄弟 就這樣跟我玩了10個小時 還複習了一些有義大利元素的電影 還被這個五子奇禪電 玩了20幾場才贏一次 下飛機看到這個告示之後 真的覺得很不珍惜 極度建議上車之後 選擇坐在行李的旁邊 不然超容易不見跟被偷的 玩鬧式車子 尊榮的獎賞 這個來義大利 這車車一定要打卡 還有這印這一排不知道怎麼做 抓到法10倍 這義大利的古蹟 這邊全部 搞得跟廢墟一樣 這好像是一個滿厲害的古蹟 火馬博物館 火馬博物館 不過 這 這兩個兄弟不知道怎麼跑到噴水池這邊去 理論上是不能進去的 來義大利的第一間超市 居然是這個 義大利的 有點亮 義大利的加勒服 來去看看 來看一下義大利的物價 哇這個義大利的可樂 2歐 有點貴喔 義大利的果汁 義大利的海尼根 哇這義大利的酒也太便宜了 這個都3歐4歐 超便宜耶 哇這邊的酒真的是有夠便宜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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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大利的番茄 義大利的檸檬 哇他們的茶好酷喔 都長這樣 像啞鈴一樣 現在來到了義大利的麥當勞 很忽然 這邊的大麥克指數 6歐大概6歐 最便宜的是這個 叫做Humbucker的Humbucker 真的蠻便宜耶 我們40塊 大概50吧 我想吃吃看這個卷餅 沒吃過 我們點了這個義大利的麥當勞 跟台灣一樣 這是我們的飯店 其實蠻大的 這個是獨立的浴室 哇還有這個耶 美光的燈 浴室蠻大耶 獨立衛浴 不過這5000塊 還是有點小貴 不過還可以 這個離那個車站很近 再看過去 對面那邊 這就是車站 大概在這裡 走過來就到了 我們這次選擇住了這間飯店 叫獨立飯店 因為真的門口太普通了 就忘了拍照 從車站走過來 只要4分鐘 真的非常快 早餐的話是在飯店的樓頂吃 窗外看過去的景色 真的很漂亮 而這個天台的樓頂就是選擇 這間飯店的主因 看過去一望無際的市景 真的相當的漂亮 很推薦大家來住喔 看到這個麵包就覺得超有趣 像輸送袋一樣 不是像我們那種彈起來的 對了 不要跟我一樣蠢喔 在義大利 拿鐵就是牛奶的意思 它裡面沒有咖啡 就是一杯純純的牛奶 義大利的拿鐵 就是牛奶 鹹黃道的這個 壹紙 這大家都很有規律的 很整齊的把它貼好 這是我們的第一站 柏爾蓋塞美術館 它很神奇 Ruko就在這個小洞裡面 走進去之後才發現 哇塞 這裡面人也太多了吧 在外面的話 完全一個人都沒看到 怎麼放出來的人 有些人都沒看到 有些人都沒看到 引進入大廳 不管天花板壁畫 裝飾皆是以金色調為主 富麗堂皇的巴洛克風格 真的超美的 而且很精緻 但因為本身對藝術沒有到有太大的研究 所以只能帶大家來出略 且看了一下 這些鎮館之寶的世界名畫 當然要注意 參觀的時間只有2個小時 要加快腳步 趕快才能逛完 不只是畫作 館內 雕刻大師貝林尼的作品 阿波羅與戴古尼 也是必看之一 來的話 別錯過囉 這幅畫很特別 砍下的頭顱 其實是卡拉華角的自滑像喔 這個美術館真的太美了 真心覺得2個小時真的不夠 在隔壁也是這麼白 你這麼黑 身材不好 一定要記得要提早先上預約 不然票一定會賣完的 這個是為了紀念義大利國父伊曼紐二世而建成 來這邊記得要莊嚴一點 不能蹊下也不能坐在地上 因為這個地方除了紀念他們的國父之外 還有在戰爭中喪失的無名烈士 這堆鳥在那邊洗澡了 欸 這怎麼有隻鳥 中餐選了這間什麼什麼披薩的 在羅馬競技場旁邊 中餐就吃了這個他們最有特色的炸披薩 口感吃起來超特別的 有點像蔥油餅跟披薩的綜合體 很推薦大家來吃看看喔 但他們點很迷你 要做好排隊的準備喔 看那邊拍電影耶 看那邊全部都是衣服喔 看那邊拍電影耶 看那邊全部都是衣服耶 堅持機器 競技場探險之旅 競技場探險之旅 一走出來看到競技場的那一刻 真的覺得很不真實 從小看到大 每次都會出現在課本影片當中的場景 居然火生生的呈現在我的眼前 真的是相當的壯觀 這個壯觀真的沒辦法用影片所展現出來 而下半部這邊是鬥獸場 這個票的話要另外再購買 當初買的時候已經馬上被秒殺 所以沒有搶到 不然也想下去參觀一下 最後還是找到了這個點 應該是最接近的地方了吧 近看怎麼有點像迷宮的一個感覺 這次是阿里亞的十秒 小老師 自己偷簽名 再來偷畫畫 羅馬競技場真的很值得來 但別忘了要提早預定喔 大家還請見諒 影片中出現喵喵的聲音是有人在販賣不明的玩具 做發出的噪音 特類圍噴泉真的很漂亮 來如買一定是必來的喔 單觀完後就選了這間來吃吃看正宗的Jolito 是我點的 咖啡跟牛奶巧克力 而不遠處就是西班牙廣場 切記不要拿著冰淇淋到西班牙廣場上面吃 一堆人為了學澳大利荷本 你到上面 只要吃冰淇淋就會被罰一千歐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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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